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们收到这个多肉之后 该怎么处理 然后再给它正确上盆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修剪 还有修理掉这些烂叶片 我们修剪的目的就是让它这些毛细根 已经烂掉的毛细根 给它修剪掉 不给它有续菌的感染 因为经过长途的运输 或者是我们给它脱盆之后 这些根续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受损 然后经过量根这段时间 可能会出现腐烂 我们就必须把它剪掉 同时给它剪掉一些毛细根 可以触发它生长的欲望 让它更加容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那么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它修根的一些目的 我们修根主要是修掉一些比较细小的 像这种大的组根我们就可以保留 因为大的组根它还会长一些细的小根出来 所以我们只需要处理掉一些细根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就处理完成了 还有底部的这些枯萎的叶片 或者是已经脱水的叶片 我们也给它处理掉 处理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配土 我们给多用配土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均循透水透气 最好是用70%左右的颗粒土 那么这个颗粒土的话可以自由选择 可以是立废石 还有珍珠盐我30%如果说大家不买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粗颗粒的沙子或者是红砖碎 这些都是可以颗粒土的话最好是在三种左右 以后占比盆土的70% 剩下的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软土或者是营养土 我们给它配好土之后 一定要记住 加入一点控制肥 我们选控制肥最好是选一些假元素偏高的 或者是通用型的 以后为了避免上盆之后 受到续菌的感染 我们再加入一点小粉药 这种小粉药它是一种杀菌药 而且它的药效长达40天 那么它也是一种内息型的 对于家庭使用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杀菌药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只要把它混入土壤就可以了 那么在服务盆这一段时间就不担心 它的根会受到续菌的感染 它的成活力就大大的提升 上盆之前盆土的底部最好是加入一点 这个桃粒或者是碎瓦片碎砖头都是可以 我们上盆的方法也没有太多的讲究 直接把它上好盆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一点是最关键的 上盆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土壤给它打湿 大家看到没有 有点潮湿的状态 我们上盆之后就不需要给它浇定根水 而且它也不会积水 不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 这样就上好盆了 接下来切记5天之内不能给它浇水 20天之内不能给它施肥 20天之后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使用一些多肉 尊用的有机养液 触发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那么这就是多肉的一些养护方法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